直播時, 經常叫我講普通話 大哥, 我講廣東話 我只是一個小小的演員 所以在兩廣地區 有那麼小小的粉絲 出了珠三角的估計 沒人懂我是什麼 蔡奇俊斬出幕前後 轉戰飲食界 2017年, 更加在佛山 開了五間米線店和火鍋店 近年, 蔡奇俊也積極進軍抖音市場 但他開直播時 經常被內地的網民質疑 為何不講普通話 蔡奇俊就拍片 回應內地網民解釋 立刻用普通話, 拍視頻和直播 收益會更加大 但我小時候就在廣東長大 是講粵語的 所有邏輯思維 都是一個粵語的思維 如果要我用普通話 和大家很流暢溝通 現階段是挺難的 他表示自己已經40歲 再重新學普通話確實有困難 那倒不如講廣東話來得方便 最後他還說 你整40歲才來學 也很難說得出那種益人群錯的感覺 所以我也免得糾結 自己普通話是比較糟糕的 但轉一轉頭想 每個人都為了迎合市場說普通話 那粵語還有誰來講呢 市場做小一點就做小一點 我選擇講廣東話 第一天 報告 是